有你talktalktalk 今天聊音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信 第三集取名炼金术有什么意义呢? 炼金炼铁 微金炼不成 就把自己炼成疯子那种感觉 唱完之后发现其实炼金术 其实是一种执作的过程 那执作于你想要执作的事情 即使所有人都告诉你 他是做不到的 你都会坚持不懈的去完成它 这专节里有八首新歌 自己最喜欢的男首歌领域 原料 因为其他七首都被其他各个单位选走了 就算是时隔三年才出的新专节 怎么看待这种节奏放缓 节奏放缓对于音乐作品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过去几年零出专节的时间 你有在忙些什么呢? 没事干 上上真人秀拍拍电影 男扮女装 我为了要男扮女装这件事情 他把脚毛给剃掉 然后穿高跟鞋 还能找到45号的高跟鞋 我应该把这照片拿来给你们看 因为那一整天 我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我可以相信他这件事怎么办 我还要相信啊 没有做音乐的时间 没有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 刚刚那个就算是了 你扮上女装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 很坎坷 没有被人认出来 认出来早就上新闻了好不好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 算是对音乐这件事开窍了 从来也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是开窍 一直都是这样很顺理成章的 就觉得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就去做 有 不要写 去玩 起不出来就不要写啊 干嘛勉强自己 你是如何看待歌曲传唱度的 缘分 你在综艺我们是真正的朋友里 小S说很难过自己认真做音乐 却不被人认可 你反问了小S说 他努力了多少把他给人哭了 我只是就想要问而已啊 我也没想那么多啊 不会有安慰他一下 比如请他吃喝饭什么的 没有耶 随风而逝了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大S他们听你的新歌嘛 然后他们有点评说 你的唱腔跟以往区别很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爽 就是唱的开心最重要 最近有一档关于乐队的综艺 就是乐队的夏天嘛 然后乐队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你也有过乐队的经历 当前这个乐队的环境 现实的环境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还是鼓励他们嘛 大家去关注这件事情 那就好好的关注 那乐队的冬天是什么 就是团解散啊 所以我们开始在做一档节目 到处去访问团解散啊 也不错 乐队的冬天 和乐队合作 和乐队合作 还有个人的solo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很多人一个一个人 那如果说 你有看到一些做乐队的后辈 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 好好享受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有你偷偷偷 拜拜